这个椰子鸡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 而且它呢就是润肺健脾胃 同时呢美容养颜 是我们一年四季的营养佳品 示现给大家 新生活好管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晶晶 有请嘉宾丹丹你好 哈喽主持人好 哈喽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好管家 又多了一位美女嘉宾 欢迎你 谢谢谢谢 那今天准备给我们推荐什么菜品呢 椰子鸡 您是陕西人吗 我是陕西人 就是咱老陕人 对老陕 椰子鸡是海南美食 对是的 其实椰子鸡的话 它起源于海南省的文昌市 然后呢 但是在后来在深圳被推广 以至于到全国各地 也成了和大众的一个 比较喜欢的一个营养佳品 那今天就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 来品尝我们海南的特色了 对是的 保证味道正宗 绝对正宗 好 我们跟这美女嘉宾丹丹 一起学一学吧 好 首先呢 我先准备的是超水这个鸡肉 这个鸡肉的选材啊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椰子鸡的话 它起源于是海南省的文昌市 所以在做椰子鸡的时候 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文昌鸡 味道会非常的正宗 好 文昌鸡啊 第一个它肉质比较细嫩 第二个 它里面会有一些油脂 所以你在煲汤做好了之后 整个的口感是比较润一些的 对 是的 如果我今天没有买到文昌鸡 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替换 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能买到文昌鸡最好 如果买不到的话 一定要选择是嫩鸡 就是一年之内的嫩鸡 嫩鸡肉它比较好炖 而且好熟在短时间内 明白了 这样子的话肉质细嫩 而且油脂含量没那么高 对 一年以内的嫩鸡就可以了 像什么桑黄鸡啊 或者那种走地鸡 可能就不适合了 是的 对 好 是的 咱们直接凉水 把鸡肉放进去 对 然后再切几片生姜 然后焯一下水 这样的话可以去一下腥 最近的天气还是蛮冷的 所以可以再喝一些生姜水 包括我们做菜的时候 可以多放一些 对 放了姜之后 我建议大家放一点点的料酒 去腥两宝 对 姜 料酒 是的 咱先要等锅开 对 等锅开 稍微过一下水 然后我们放起来备用 好 明白了 单单平时经常下厨吗 会下厨 自从有了小孩之后 我发现厨房待的会特别多 是的 为爱下厨 为孩子下厨 那有哪些菜品是你平时家里面经常吃 或者觉得比较推荐大家吃的 比如说清蒸各种鱼 比如说鲁鱼 因为像鱼类的话它的蛋白质非常高 尤其是像家里有老人啊 小孩 他的蛋白质的补充是一定要及时的 尤其是小孩 因为他从零岁到这个六岁之间 他的蛋白质是需要是非常高的 如果能够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对他的大脑发育 以及他的长个子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一看就是妈妈菜谱 给孩子家谱食用的 孩子多大了 孩子已经五岁了 怪不得 这会儿正是能吃饭的时候 对 是的 所以没事也可以跟我们多多交流一下育儿心得 好好好 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 好 现在呢 这个已经烧开了 烧开之后呢 我们撇去浮沫 然后把这个肉捞出来备用 好 接下来我们这样也可以 先把肉放到盘子里面 就直接捞 对 直接捞 直接捞这样也可以的 因为咱这个汤是不用的吗 对 汤是不用的 直接用筷子先夹出来肉块 放到盘子里面备用 我们抄一下 第一个去掉多余的油脂 第二个能够给它进行一个二次的清洗 因为咱的椰子鸡是连汤带肉一块的 大家去三亚的时候 遍地都是椰子鸡 是的 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它呢 一般就是你锅开了之后 先吃鸡肉 然后可以直接涮菜的 有点像那种火锅的感觉 对 对 对 需要调一个料汁 然后肉可以蘸料汁吃 之后呢 吃完肉 再美美地来一碗汤 简直是完美搭配 是啊 有汤有肉有菜的 现在呢就非常简单 我们找一个砂锅 然后呢打开锅盖 这个水呢是之前烧了 烧过的水 但是你这个水量加的比较少呀 不够啊 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水是温的哈 接下来呢有一个点就是要准备我们的椰子啊 椰子对 这个椰子 第一个主角要登场了 对 嗯 椰子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个里面的椰水啊 全部倒出来 因为这个汤的话 有椰水和椰肉 还有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矿泉水一起来做 这样的话放上椰肉和椰水的话 它的汤比较鲜哈 好 你看这个椰汁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椰子水倒入锅中 好 椰水啊清热去火降噪 跟鸡肉搭配特别的合适 在海南其实有一个椰子机 三个椰子的一个说法 对 是的 在他们当地啊 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 基本上一个就可以了 好 椰水倒进去 对 椰水倒进去 接下来我们用勺子把这个椰肉取出来 因为椰肉一会儿和鸡肉一起放入锅中 这样熬出来的汤是比较鲜的 是 对 又香又鲜 好 这个椰肉我直接放在锅中了 满满的这个椰香味 对 在海南啊 我去旅游的时候就跟酒店的老板进行攀谈的时候 他们说当地第一个会用红椰 因为那个椰子的甜度会比较高一些 要不然他们会用就是三到五年的这个老椰子 这样子整个的这个椰子比较清香 而且煮时间长 它不会后味发苦或发酸 所以咱们选择椰子的时候 也要选择清甜一些的椰子 对 是的 这个椰子的选择也是比较关键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放做椰子鸡 有椰汁就可以了 不放椰肉行不行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点 你放上椰肉 它的那个香味更加的浓郁 所以在选择椰子的时候呢 建议选用老椰子 因为它可以耐熬一些 越熬越香 好了 椰汁和椰肉我们都已经放到锅里面了 对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鸡肉倒到锅中 鸡肉和椰肉的一个会合 到了锅中 然后呢 再放两片姜片 放两片姜片去去腥 再放上几颗红枣 可以增加它的鲜味 红枣啊 补气血 补中益气 老话说 每天三颗枣容颜有不了啊 所以我们女士一定要多吃一些红枣了 今天我看一锅放六颗就足够了 够了 够了 是的 炖煮上啊 大火烧开之后呢 我们再放上几颗枸杞 然后转到中火 炖上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鸡肉我们之前超过了 对 在锅里面把它完全地融入味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耐心地等待一下 一会再回来 好 我们椰子鸡啊 在锅里面已经炖了十五分钟了 我都闻到香味了 是的 来看一眼吧 好 我们换了一个卡茨罗 你在家里面其实就可以连着锅 连着炉子一起上锅 对 这样子的话 从吃第一口一直到最后都是肉糊的 哇 太香了 好清香 是吧 好香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放几颗枸杞 放几颗枸杞的话也是增加一下它的鲜味 同时呢也有很好的 既能增色还能补益 对 这个俗话说 男人三十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枸杞 好 现在呢 我们美味的椰汤已经熬好了 应该能闻到特别香的味道吧 是 海南美食 当然你在第一次吃到这道美食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种感受 对 我当时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是在海南 在海南 之后呢 我到广东去的时候 我也在找它 哇 真的是 这种美食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 在很多地方都能有到 都能看得到 是 椰子鸡啊 有汤有水 吃起来口味是比较清淡清香 还有椰子的这种香甜 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啊 那我们今天也把这道美食带给大家 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哇 这个汤好香哎 就这么一口 一下子梦回海南 哇 对的 椰林沙滩海水就在你眼前展现了 整个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清甜 鲜美 然后大家看一下上面飘的这个油花 淡淡的这种油花 一点都不腻口 是的 我没有想到真的椰子选的太棒了 整个出来非常非常的甜 很好喝 对 所以呢 这个做椰子鸡啊 一个是椰子 一个是鸡 食材要选到 选好 选好 然后这个鸡肉我们吃起来是比较嫩的 没有什么那种很柴 或咬不动那种口感 其次外面微微的一层这个薄薄的油脂和这个皮脂 吃起来是刚好 很润口的 对 所以肉质细嫩鲜美 汤鲜甜可口 太棒了 在这里单单给我们总结一下制作的要点吧 好 首先呢 做我们做这个椰子鸡呢 第一点就是要选正宗的文昌鸡 这个呢 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椰子鸡的来源 所以文昌鸡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 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选择椰子的话 建议大家选用老椰子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时间的把握 不宜过长 不建议超过20分钟 如果过长容易导致这个肉质过老 口感就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 就这三点咱们就能做出好吃的海南美味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椰子鸡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鸡肉凉水入锅 放生姜 料酒 水烧开起末 捞出鸡肉 备用 第二步 砂锅中加热水 倒入椰汁 椰肉 鸡肉 姜片 红枣 烧开炖15分钟 撒上枸杞即可 好了 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大家继续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